好,各位同学,那么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了 在新的篇章里面 我们将学习编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函数 好,我们来新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那么这个函数 其实大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好,这两个字 函数 比如我们之前天天用的这样一个print 它是一个函数 除了print函数之外 我们的python还内置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函数 我们可以随便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样一个run函数 那么run的函数是什么意思 我们给演示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了一个浮点数的变量a 然后它的这样一个取值 是1.12376 好,假如说我现在有需要 我需要保留 这个浮点数后面的两位去掉后面的后三位386 怎么做呢 好,如果你不用python的这样一个内置的run的函数的话 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 循环 循环是可以保留了小数点前面两位的而去掉后面三位 有兴趣的同学大家可以下游戏自己实现一下 我记得以前在学习C语言的时候 那会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题目就非常的奇怪 明明有这样的内置函数它不让你用 然后它让你用这样一个循环去实现这样一个保留小数点前几位 去掉后几位的这样一些小功能 那么我们python内置了这样一个run的函数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好,你比如说这个run的函数怎么用呢 run的函数可以用括号来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需要去操作的这样一个变量 我们要操作A,所以我们把A给闯进来 然后如果我们只想保留小数点后面两位的话 我们在第二个参数这里写一个2 然后我们把它的结果可以print函数给打印出来 好,那么如果大家见到这样一种函数里面嵌套函数的这种写法 不要觉得奇怪 我不推荐大家这个函数的调用的嵌套太多级别了 比如说你run的里面还有一个函数的调用嵌套 但是我觉得两极的这样一个函数的嵌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当然最好的写法还是你定一个result变量 然后来计算一下这样一个run的A2的结果 然后暂时先把这个函数得到的结果 能放送到一个变量里面 最后再把这个result给打印出来 这个是最清晰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比较懒 懒得去新的一个变量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这样写了 好,那么我们改成这样了之后 就接着来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终端命令 然后定位到 8进目录下面来 然后运行press c1.py 好,我们可以看到打印的结果 假如是1.12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run的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传入是2 它将保留小数点后面的两位 好,假如说我们现在想保留小数点后面三位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废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2改成3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次运行看一下结果 我们发现它打印出来的结果是1.124 并不是1.123 为什么呢 因为run的函数 是可以执行这样一个四则五入的这样一个算法 因为你的小数点后面第4位是8 所以说保留的时候会往前进一位得到1.124 好,所以说我们函数的功能还是可以变得非常丰富的 那么这个函数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 这个其实都是在于你是如何去实现这样一些函数内部的一些逻辑的 好,那么这个run的函数 它是属于Python的内置的一系列函数 Python我们说过了 它的这样一些内置库是非常丰富的 一些常用的一些功能 它已经帮我们内置成了这样的一些内置函数 好,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如何快速去了解这样的某一个内置函数 它的功能和作用呢 好,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方法 我们点击这里的加号 可以新建一个这样一个命名号 然后你可以在第一个命名行和第二个命名行之间切换 非常方便 好,那么顺便说一下删除第二个命名行是什么 就是点这边的垃圾桶 好 那么如果我们想快速的查看Python的内置函数的功能的话 我们首先要在这样的一个Windows的命名行上面 键入Python 好,键入Python之后我们发现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屏幕上的文字 是不是和我们IDLE很像 好,这个就是在我们Windows的命名行上面 打开Python命名行的一个方法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一种打开Python命名行的方式 你一样可以打开Python这样的一个IDLE 好,那么在Python这个命名行上面 我们可以键入这样一个Half命名 然后括号 括号里面我们输入什么 输入我们想查看这样一个函数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想查看Round 我们就输入Round 然后回车 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的命名行就会把Round的一些相关的作用和信息 给我们打递出来 好,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常见的这样一个Print 好,回车看一下 对,答错了 HalfPrint 不好意思 好,我们可以看Print 好,这里就是Print的相关的介绍 然后如果命名行的一个屏幕 没有办法显示全部的文字的话 它上面会出现一个帽更多 好,那么怎么翻页 就是敲击键盘的回车 可以持续的翻页 一直翻到最后来 好,那么这个就是查看内置函数的方法 好,我们既然现在打开了Python的交互式的命令行的话 我们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何查看Python之产 我们在岛屿里面也介绍过了Python之产 我们一直还没有给大家介绍怎么查看 查看的方式就是在命令行里面输入这样一个Import 然后回车之后 Python之产将被打印出来 好,这里面有很多 都还算是不错的 比较优美的英文语句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来 继续来说我们的函数 好,那么函数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这个作用 大家很多时候对函数来说的话 都是有一种这样的一个顺其自然的感觉 就是我们经常会使用函数 特别是对有变成基础的同学 几乎在每个语言里面都有这个函数 但是你要说 如果我们要把函数的作用给总结归纳一下 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每个人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好,这里我就不把函数最科学的 或者是说它最标准的一个第一给大家打出来 因为这些东西大家在搜索引擎里面 输入函数两个字 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标准的第一 那么我这里要说一下我这些演变成之后 我对函数的一个理解 我的这个理解不一定全面 但是它一定对大家以后 理解和学习函数是有所帮助的 我认为函数的第一个特性功能性 一个函数它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 所以说它才被编写为一个函数 比如说这个Round 它就是为了去保留小数点后面的若干位 同时执行这样一个四舍五入的这样一个数学计算 所以说功能性 我觉得那是函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好,第二个我认为函数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隐藏细节 如果说一个函数你写出来之后不能够让别人很好的调用 还需要别人去关注你的细节的话 那么我认为这个函数不是一个好的函数 有些函数的内部实现细节是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函数它功能它强大的什么地方 它强大在于无论它内部的实现如何的复杂 但是它给你使用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传两个参数然后给你一个参数的说明 OK,你就使用这个函数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好,但是我觉得有两种情况是要除外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想学习别人优秀的代码的话 你需要去查看它函数内部实现的这样的一种机制 或者代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抛开它这样的一个隐藏细节的功能 深入到函数的内部去查看它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是一个例外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函数内部是有bug的 你叼用了之后不能够正确得到结果的话 那么有可能的你应该是需要去查看它的原代码 去帮助它去修复这个bug的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什么呢 发生在你去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你的前任给你丢了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代码 封装一个个的函数 但是每个函数里面都是有问题的 你不得不去查看它内部的这些细节 帮助它去修改和完善这样一些函数 好 那么第三个 我认为函数的特点在于 避免编写层数的代码 如果说没有函数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我们可能在实现Round这个函数功能的时候 就像我们之前去编写这样的一次 比如说像这么多的代码 还有可能比这更多的代码一大堆 那么如果没有函数这个功能的话 你可能要把这样一些代码到处的数字粘贴 因为你需要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又没有函数的机制 你只能把函数这些内部实现的细节 复制到你任何需要它的地方 好 所以说这个是函数的第三个功能 或者说特点 好 那么以上是我对函数的一个理解 当然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理解 我希望大家学习编程的应该是一个百花精灵 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我这里是讲的是我的一个见解 再比如说 其实我们任意都还可以举出很多函数的功能 比如说它还可能有这样一个 帮助你去组织你代码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其实这个组织代码的功能 我认为那不是函数的一个主要作用 它当然是有这样一个功能 我认为组织代码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编程界的这样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还是面向对象的这个对象 用来组织代码要更不合适一些 好 那么Round是Python提供给我们的内置函数 那么如果我们想实现自己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来编写这样的一个字定义函数的 我们自己来写代码的话 当然成为这样一个字定义函数 但是如果你的函数写的足够的优秀的话 你其实可以把你的这些函数提供给其他人用 那么这个时候别人用你的时候 就不叫自己的函数了 我希望别人把你的函数能够称作是大神写的函数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对函数的这样一个功能特点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具体我们从下节课开始来详细的学习函数的一系列的句实 好的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节课